网络近日疯传一段视频 一名母亲因为不满意幼儿园院长 用布条绑女儿口布 以让她安静上课 而上门跟院长对峙 引起网民议论纷纷 这名幼儿园的院长 今天召开记者会 回应有关指责 我说我已经告诉你很多次了 你这样子做会干扰到上课 请你要保持安静 如果你不能保持安静 我们就不能上课啊 可是这个小朋友 还是不大理会我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如果你管不到你自己 你只要用嘴巴吵闹 那我没有办法 那我只能告诉你 我会用一个布 请帮忙管住你 那我就跟他讲了 可是他也是不要听 那我只好拿那个布 捂住他嘴巴是很松的 然后其实他捂住 只是一下子而已 因为是很松 那块布就滑下来了 他一起的朋友还跟我讲 老师 不掉下来了 你说不要紧 这个布的功用 是在提醒他 不要讲话 那么布滑下来了 你看他现在就没有讲话了 那就不需要那块布了 他已经本命了啊 院长说 原本当天就想跟女童母亲解释 为何院方要这样对待他的女儿 但由于对方赶时间就没谈成了 直到11月8号 女童上课时再一次不听圈 院方再次用布 象征性地绑住女童双手两三分钟 院长事后向女童母亲交代 但是对方因为不满意 要求申办退学 而女童母亲星期五回幼儿园 替孩子拿回课本室告知 女童在家竟然也用同样的方式 拿布来教育调皮的弟弟 好 星期五 早上孩子就没有来上课了 然后到放学 他还有带他的朋友 大概是他姐妹们过来 就 一开始就告诉我 他的孩子写我那样子用那个尿布 去把他的弟弟 我听到了我是 我感到很抱歉 因为我没有想到孩子会这样做 我就低声下气跟孩子讲 老师跟你讲喔 只有你管不到你的嘴巴 然后老师才这样做 而且老师也先跟你讲 无人的 你不能这样子 因为弟弟还小 我是有这样跟他共通 可是我其实当时我也没想到 他会露营了 所以就一直露营了 就你们后来卸下来看到的那些片段 我给他带你 好 我去买你 这个词 我去买你 我跟他真的很想不到 你 对